世界当今还是面对许多的问题挑战 比如新冠肺炎还在戏剧之下 经济的问题 以及许多地方也有灾难 激发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问题 世界可以有一些的计划 他们拯救的方案 但是永远不能够脱离这些问题 我们也知道说 最大的问题 当我们来到耶稣跟前仰望他的时候 问题会慢慢解决 问题再大我们的颜色更大 今天上帝是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 因为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个世人 就一切相信他的不知灭亡还的原生 所以今天最主要我们又听到的是什么 我们又听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好休息 但是世界好像还是不会听 我们来看圣经在阿玛 阿玛书第八章十一节是怎样讲的 人饥饿灰阴无病 干渴灰阴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现在世界真的是缺少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世界人又听主耶稣基督的话 让他们在其中得到帮助 最主要我相信我们又听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也知道说 保罗在安提亚传道的时候 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到三十九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守的设罪的道是有借人 就是主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 你们又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 信靠借人 就是耶稣基督救度的诚意了 所以我们这里 保罗所抢得到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主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诚意 在摩西的律法上 无论你做多好 你做了多么多的事 来得上帝的喜悦的时候 你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有罪的 只有罪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才能够讨论无惧的来到上帝的跟前 从这里我们又很清楚说 罪的赦免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必须要听清楚 只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留的宝学 他的宝学是圣洁的 是神圣的 是能够洗净每一个人的嘴 不像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来看下个经节 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到十二 我们凭倦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所以我们今天是靠他 相信他的宝学 已经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 我们就是因他而成圣的 但基督献了一次远远的数对计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来了 这就代表什么 他的工作已经完了 他已经可以坐下来了 他说在十字架上 他就说成了 就是什么 一切救赎的工作 已经成就了 所以我们今天 又相信的就是说 我们罪 就是因为耶稣的宝学 让我们得解禁 让我们能够成圣的 黄祭师天天占这四分上帝 裸赐献上一样的仙物 这些祭物原不能够处罪的 所以这个 他们献上的祭物 只能够遮盖他们的罪一年 他们献上的什么祭呢 是罪祭的时候 他们又带一只羊来 他又带一只完美的羊来 所以当他拿到祭司的时候 祭司又检查完了 是完美的时候 罪人就又把手换在那个羊的头上 他所有罪的物位都会进入那个羊的时候 所以你的身上没有罪了 这个只能够耐一年 但是他还要献上一个荒祭 是什么 他照样还要拿一只羊来 完美的 祭司看了可以 他又把他的手换在祭物上 祭物的完美 进入他的身体的时候 那时候他才有罪的赦免 心中有平安一年 但是他如果犯罪了 他还要献祭 不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十二节 但是基督献了一只远远的十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来的 就是说 坐下来的意思就是他救续了 已经做好了 沉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动物的血 当然没有流血就没有死罪 罪不能够得上去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所做的献祭 是永远可以辞掉我们一切的罪 十四节 因为他一次的献祭 就在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相信他的罪 已经完全的赦免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会远远完成 这是我们的身份 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有这个落体 落体还是软弱的 当我们做错换罪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只要跟上帝讲 天父爸爸我做错了 我知道你的宝学 你已经赦免我一切 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了 我已经得到你的赦免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心中就没有内疚 就没有罪疚感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要有罪的良知 永远留在我们身上 在旧约就有 因为他们只能够遮盖 不能够除去世界人的罪 现在我来做一个比喻 如果A欠了B五万块钱 A不能够偿房 他看到他的债子的时候 债子问他 一次两次三次 他不能还的时候 他说他一定有罪在的 在他的心里面 他一见他的时候 不是会跑 永远看见他 他就会躲掉 因为怕他知道 自己不能够偿房 他这个五万块的债的时候 所以有一天 C比较富有 他看到A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帮 A偿房了 有五十万 超这个数目的债务的时候 A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的债已经被C 偿房了 并且偿房更多的时候 A看到B的时候 还会怕吗 当然是怕的 他知道 应该我 你的有更多 他还会说 啊 今晚你又请我赤 赤了 因为我的债务 已经偿房 并且更多了 如果A不知道 C已经帮他偿房了 他的债务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A不敢见B吧 因为他还是认为说 他还有欠B 五万块 所以就好像 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真正认识到说 耶稣作为欢祭 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全成全了一切 世界人的罪的时候 因为他所偿房的 超过了全世界人的罪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不知道 他已经 惩罚了 你也相信 他的保持月日 已经洗净你的 一切的罪的时候 你还是会 有这个罪的良知 你会有负罪感 你如果你有负罪感的时候 你敢来到上帝面前吗 不敢的 你会躲开的 只有你已经知道了 我的罪 已经在耶稣身上了 之前 现在 将来的罪 全部一次 在十字架上 耶稣 成为这个方祭 已经完成了 所有人的罪 已经成就了罪的救赎的时候 只有这样 你能够坦然无惧地 来到他的神宝座 来领受他的一切的祝福 他的恩典 不然的话 你如果还是有负罪感的时候 你一定还会 很多的烦恼 你有很多的忧虑 之后就有疾病 因为这个罪的损款 还在你身上 暂时 今天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成为了一切的造主 你不必再有这个罪的良知 在你身上 只有这样 你才会每天 很喜乐地来到他的根前 跟他相处 不然的话 你还是会感到不安 所以在西班牙八章十二节 就跟我们讲说 我又宽视他们的不义 我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坚 和他们的过患了 八章十二节同样说 我又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坚了 所以今天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不再纪念 已经宽恕了你所有的罪 你就有一个完全平安的心 来到他根前 因为他已经 帮助你超恶的 偿还你一切的罪了 所以我现在在说 不是现在跟以前的罪 产烦了 是他产烦了 之前 现在 将来所有罪的罪 已经为你产烦了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只做了一次献祭 这个祭物已经成就了一切了 你不要再为你的罪 淡淡了 这样你才能够 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根前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希望你今天会听得明白 罪已经不是问题了 问题是说 你已经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产烦 一切的罪 之前现在将来的罪 就为你产烦了 所以你不必 为这个烦恼 当然 你的身份 永远是圣洁的 但是身体 有时候会犯错 只要你来到他根前 跟他说 我做错了 我知道你已经 赦免我一切的罪 就可以了 所以下来 我们也知道说 把罗在 安提尔也提到说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让我们轻易了 现在我们来看 罗马书第一章 十六到十七 我不以福音为始 借福音本是上帝的大人 又就一切相信他的 先是犹太人 后来是希腊人 因为上帝的义 正在记福音 显明出来的 这又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今上所记 一人必因信 得生 所以在这里 很清词告上 在福音里面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得到 我们只是靠着信心 每一天来到 他的根前 跟天父爸爸 跟耶稣讲 我在耶稣基督里 有上帝的爱 谢谢你爱我 就知够了 你就有这个 平安的心 我们再往下看 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耶稣被 救给人 就是救给水 救给罗马士兵 跟那些 犹太的祭司 是为我们的过患 就是因为我们的过患 他被救给罗马士兵 护活是为救我们的诚意 是为救我们的诚意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 耶稣已经从死里 护活了 是上帝 好大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让他护活了 所以我们今天 不在罪的诠释之下 我们已经 成义了 因为耶稣 没有 犯过罪 在心里 没有罪 他成为罪 好让我们今天 在上帝面前 是公义的 这是因为 他在死之下 所成就的这一切 好让 他护活了 好让我们得以诚意 罗马书第五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们既因信诚意 就决着我们的 主耶稣地度 得以上帝活好 所以你如果知道了 一切的罪 之前 现在将来 所有的罪 已经 上帝为我们 救赎了 我们就 懂得怎样 知道说 在耶稣里面 我们已经 天父上帝 已经活好了 就是我们心中 有平安了 我们心中有平安 我们就能够 坦然无惧地 来到他根前 我们又借着 第二节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 得进入 现在所 我站的恩典中 并且 缓缓细细 盼望上帝的荣耀 所以今天 我们所站在的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了公义的身份之后 我们是站在哪里 是站在 恩典的位上 我们已经 记录了 这个恩典 只有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面 只有我们 知道说 我们最 完全的圣灵 我们现在 是公义的 所以我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 遇到什么 问题的时候 只有我们 知道我们 在耶稣里面 我们是在 他的恩典中 站在这个恩典中 我们所站的位置 是恩典的时候 上帝都会 供应我们 上帝都会 帮助我们 都会帮我们 解决一切的问题 只有我们 相信他 他必定 做得到 既然我们 罪的赦免 我们是上帝的义的时候 罗马诗 八章 第一节就跟我们 讲说 如今 那些在基督里面的 不再定罪了 对 这个不再定罪了 在基督里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担当 我们的罪了 所以我们 也不再被定罪了 我们也知道说 在十字架上 他也担当了 所有我们的疾病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 来到跟前说 因他所受的病伤 我已经得到一致了 耶稣已经 得胜了死亡 也得 让我们 不在造主之下的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 贪婪 无据的 来到 他的庚圈 此时 此刻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知道 福音里面 有上帝的义 我们是公义的 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 还有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是站在恩典中 我们往下去看 迦拉太书第五章 二十五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 请示 所以我们 今天 当我们有公义的 身份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说 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 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今天是靠什么 是靠我们的 自己的医用 还是靠什么 是靠圣灵 请示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又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我们又问耶稣基督 我们又跟圣灵讲 我这样做对吗 很长时候 祂会给我们平安 也很长时候 祂会给我们不平安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做 有平安我们才可以进行 不平安我们就不要进行 下一个步骤了 祂会让我们省很多时间 在不必要的问题上 所遇到的 我们也会跟从祂圣灵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也会进度顺利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 因为是生命的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是给我们 这个已经给我们这个自由了 在十字架上 祂已经让我们在圣灵之下了 相信大家 让我们在圣灵的 罪的认知 只有这样 当我们每一天知道 无论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跟上帝讲 我在耶稣基督里 有上帝的意义 我也知道上帝是爱我的 只要你有这样的升高 继续的升高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 心中有平安的 你也很快会知道 来到祂的根前 让祂来帮助我们 让祂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一 基督若在我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中 所以我们也知道 身体就因罪而死 所以说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祂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祂一起复活了 所以我们不在罪的之下 上一个经节 心里就因义而活 所以今天我们是靠什么 我们是靠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上帝的义 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寻求 我们的天父爸爸 主耶稣基督 圣灵的带领 帮助 我们看下一个经节 十一节 然而就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从死里 护霍者的灵 若住在我们心里 那就耶稣基督从死里 护霍的 其实这个灵 也就是上帝 接着圣灵 好大的能力 让祂复活的 我们今天 也有这个灵 在我们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 又祈求上帝 给我们 有这个启示 和智慧的灵 在我们里面 好让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在主里面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也能够知道说 我们在耶稣里面 在异人的身份之下 我们可以 领受祂所有的产业 我们也能够知道说 只要我们相信祂 这个能力 就会在我们里面 运行在我们里面 就是因为 祂的灵 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让祂带领我们的时候 祂就会改变我们 当我们在宣告 我们在耶稣里面 有上帝的意义的时候 祂就会让我们 活出更像 耶稣的榜样 我们就有 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学习 就是水的榜样 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 和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要和服祂的心意 就好像大卫 是和服祂心意的一个网 我们在网下看 所罗门王 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 登上做完的时候 他去献祭的时候 在即便献祭的时候 上帝就跟他显现 他说 你又向我求什么 所罗门就跟上帝讲 他梦中就跟他 我只有一颗智慧的心 或者聆听 你话语的心 所以上帝就非常喜悦说 你不是又我 把你的草地全部灭掉 你不求荣华富贵 一切的财物 但上帝说 我照样 给你一切的荣华富贵财物 所以他已经是 三天还是最有钱的 最有钱的 所以今天 上帝也说 如果你遵循我的话语 我必给你抢受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所罗门在之后 被未般的女人 离开了上帝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他也知道说 最重要的是聆听的 我们现在来看 真言书第四章20到22 我儿 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所以这个言词 主的话语是谁呢 其实就是耶稣 因为其次有道 道与上帝同道 道就是上帝 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说 因此 就得了生命 当然我们知道 当我们相信耶稣 在那一刻 我们就得了远生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 我们就有新的生命 就是你命 在我们心中 我们又能够得了 一圈体的良药 所以今天 只要我们认清 自己所有的罪 已经得赦免了 我们有这个 与上帝已经和好了 我们有平安了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上帝的意 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医治必然会发生 在我们身上 所以祂的话语 耶稣也是 你得了耶稣 就能够一圈体的良药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祂身上 单单了我们一切的病痛 一切的伤痛 因祂所受的变伤 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这些之说 我们越认识到 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能够更健康 我们再回去看 对比路加福音四章十八 十九跟以赛也六十一 一跟二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高高我 就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才请我报告 被鲁的德释放 狭眼的德看见 就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上帝喜悦的人的洗年 我们在看以赛亚有什么不一样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就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才请我医治伤心的人 报告被鲁的德释放 被求的出金狱 报告耶和华的洗年 所以不一样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他说 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 今天我们在新月里面 在耶稣里面 在恩典里面 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错 或犯的罪报仇我们 他是拯救我们的 所以这些是在末后的日子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才会有报仇 报仇是给谁呢 是给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就是魔鬼跟他一切 跟他的人 所以今天 当此时此刻 我们在耶稣里面 只有洗年 只有好休息 我们不在他的愤怒之下 所以我们从滥子回讨的故事 我们就知道说 天父上帝今天 不会对我们愤怒的 他的小儿子又分家长 那个是既不尊敬他父亲的 他拿了所有的财产去喂地 花关了 肚子饿了 还又想吃猪所吃的食物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 我在我家 补人的粮还比这个好 他就想回家 你知道吗 天父已经在那边 远远的住在 每天都会看望他回来 他远远看到他的时候 他怎样 他跑过来 向着他的儿子 第一件事情 他做什么 就是抱着他 所以没有愤怒 如果有愤怒 他就说 你这个败家族 你回来做什么 我又给你脱离关系 他有吗 他没有 他就抱着他 还亲他 并且还给他袍子穿上 还有给他鞋穿 还有戴上戒指 就是说给他这个儿子的权柄 有这个儿子的身份 所以今天 你同样的 我们不要相信说 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就业里面 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 律法已经在十字架上 所有的字句 已经定在耶稣的身上了 在那一刻 他已经成全了律法 所以我们今天 所有的 是什么 跟从耶稣 我们在耶稣的里面 我们能够行持更好的律 就是行乐 怎样疲齐相爱 怎样 伴助别人 怎样他祝福我们的时候 他让我们能够更祝福更多的人 所以今天 我可以 坦白跟你讲 上帝不是 你所做的上帝不在愤怒你 他要你回来 他要你回家 所以 现在的朋友 我要告诉你 上帝不是在愤怒你的 他也不会 为你所做的一切的 犯了错 他会爆炒你 对了 在就业里面 上帝会追讨你的最大三代四代 现在不会的 现在只要你愿意回来 他说 回来吧孩子 他愿意 不愿意一人成论 又万人得救了 人人都又得救了 所以今天 只要你线上的朋友们 只要你听到了这个信息 他不再愤怒你了 他已经为你的罪解决了 只要你相信他 你就有他的公寓 如果今天 你要相信他的 做你的救主的时候 你就跟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主耶稣 我谢谢你爱我 因为 我知道你已经 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 现在我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 我让耶稣 带领我前面道路 让我能够在 你的祝福里面 阿们 现在我们领受祝福 愿耶和华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不会 懒散 新冠汇言 新冠汇言会远离我们 他的宝石已经 遮盖了我们 他会远离我们 他会用耶和华保护的祝福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都在他的祝福里面 让他的灵 关照我们 赐恩给我们 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供应 愿耶和华向你言脸 赐给我们 平安 身体健康 强壮 Shalom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